Sentani這個湖啊真的很酷 它其實在附近啊有很多大島小島 然後在這個島上啊 都是那種水上人家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坐落這樣子的湖 它算是一個小村子 然後每個房子啊都是這樣坐落在手邊 我感覺好快樂喔 而且沒事就是玩水啊 然後滑船 哈囉 阿爸哥爸 哈囉 掰掰 好友善而且大家都很友善 然後他們就是幾乎就是家裡前面 感覺都有一個小魚彎有沒有 然後小朋友可能下課啦 就會幫爸媽做事情 然後其實你還可以看到有一些 就是有些家裡裝那個天線啊 或者說那種小耳朵 很酷欸 他們就等於是生活在這個水上的感覺 在捕魚欸你看 它在那生網子欸 欸大哥大哥 我們靠近一點靠近一點 媽媽哈囉 阿爸哥爸 哇 哇 哇哇 Prefer 我要扶到那種魚 好像鯨魚喔 等一下 踢踢踢踢踢踢ely 哇 仔衣我一站上來以後 整個船吃水超生 你看好多鯨魚喔 好特別喔 我沒有看過人家 浮�enta都是鯨魚欸 媽媽 我看一下你撈的東西好不好 你看 媽媽撈到的魚 有沒有很像鯨魚 像我們在鯨魚缸裡面看到的那種鯨魚有沒有 沒想到混濁的湖水裡 竟然有著像水族館裡鯨魚般色彩鮮豔的魚 不禁讓人疑惑 這麼漂亮的魚是觀賞用的 還是拿來吃的呢 媽媽 這個可以吃嗎 這可以吃喔 這不是我們一般在那種水族館看到的鯨魚嗎 平常這種魚啊 你是自己吃還是拿來賣啊 那也是賣啊 賣也有自己吃就會了 我看到你全部啊 抓到的都是這個紅色的鯨魚啊 這裡是只有這種魚嗎 有好幾種魚 有好幾種魚喔 有喔 有喔不到別的魚了 喔這隻這個魚 這個魚我沒有看過耶 好小一隻有沒有 跟子優的手指一樣長 有沒有黑黑的 它看起來有點像泥丘 又有點像鯨魚 然後嘴巴好大好大喔 媽媽這個好吃嗎 Enough Enough 喔 媽媽說這個好吃耶 而且感覺就是這樣 串過去然後 你看電影不是都有那種烤魚嗎 是這種串過去然後直接 一口吃掉的狀況 喔 你這個船啊 基本上我覺得啊 非常危險 你該換一燒了 它這個淹水 淹得太重了 你看子優 我一站上來以後 這個水已經吃到這裡來了 媽媽在這邊收我 結果妹妹一直在撈水 因為這裡一直在進水 有沒有 然後妹妹就一直這樣 一直撈一直撈 一直撈 這個水 撈不完啦 撈完它要一直進 撈完一直進 看著船身不斷進水 真是嚇壞了所有人 我們不得不速度中段拍攝 幫忙搶救 然而我們的顧慮是多餘的 看看他們 媽媽拉網 妹妹排水 兩人同力合作搭配的天衣無縫 這船都還來不及往下沉 這20公尺長漁網裡的魚 立刻就被媽媽給一網打盡 哇 好累喔 我累壞了我 船一直進水 我一直撈 然後我們拉那個網 但是啊 你看一下我們抓到多少 你看 這麼多耶 船裡面還有 因為剛剛有太多太多 我們來不及弄 你看看 你看看 看一下這魚 哇 媽媽我們拿魚都要很小心對不對 因為會被刺到的 媽媽 你有沒有被這個刺傷過 沒有 這個魚真的超刺的 其實我剛剛在撲的時候 就被刺到好幾次 妹妹 這個更貴 好小喔 喔 這個魚 這個魚是最貴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喔 媽媽說這個是最貴的 再來是這一隻 然後再來才是紅色的金魚 所以妹妹剛剛抓到這個的時候 因為撈上來就兩隻 妹妹就 啊 就很開心 或許是湖水漲潮的關係 雖然捕到幾條稀有珍貴的魚種 但今天的總收穫量 對媽媽來說 並不是很滿意 因為他們最大的收入來源 靠的就是湖裡的圖仙 然而今天那個天公不作美 魚少了一些些 收入也就少了一些些 因此全家總動員一起捕魚 就成了他們每天例行的重要工作 老爸 你在幹嘛啊你在游泳啊 蛤 欸 他手上拿魚槍什麼 神不地嘎 對他要 刺那個魚 喔你要抓魚喔 哇我要看我要下去看 下面有啊 看不到 眼睛睜不開 這個浪太大了 我沒有帶蛙鏡我怎麼都看不到 欸 爸爸 爸爸又不見了 爸爸一直消失欸 哇 哇 抓到了 哇 我看一下 哇 好酷喔 我們就這樣插到嗎 爸爸超厲害的 因為 其實我沒有帶蛙鏡啊 但是我剛剛 試圖了想要把那個眼睛張開 看不到 你知道嗎 我連我滑水的手我都看不清楚 爸爸竟然可以插到魚啊 真的太厲害了啦 這次混濁的湖裡 連五根手指頭都看不到了 爸爸居然沒有幾分鐘 就可以刺中一條魚耶 不過 當子儀我發現爸爸才兩歲大的小女兒 在湖裡悠遊自得的模樣 讓人不得不佩服生活在水上的人家 這座湖根本就是他們家的後花園嘛 你看妹妹 他 他只在我膝蓋這邊耶 你看 有沒有 他泡水泡得好開心喔 我看他們拿那個小盆子 你說他們在抓魚是不是 他們就用這個 有沒有 然後這邊撈小魚 撈小魚要幹嘛媽媽 去玩 賣的 喔 哪來賣的喔 妹妹 怎麼撈 你撈給我看 有嗎 有撈到嗎 沒有 有耶 有耶 你好酷喔 你會看到妹妹只是散步走過去這樣 嘿 就撈到了耶 你看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小魚苗有沒有 有沒有很多很小很小 像蝌蚪一樣魚苗喔 妹妹 你看得到啊 你在撈的時候你看得到 還是你是隨便亂撈的 對 看到 對 看到 你看得到喔 你看得到喔 我看一下 喔 其實看得到 但是很不清楚 因為 就是因為靠近岸邊嘛 所以我們在走的時候啊 都會有一些沙土被帶上來 然後那個小魚苗啊 幾乎跟那個沙土的大小是 已經差不多了 你知道有點混濁 但你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那種 常常細細常常在裡面跑來跑去 好 我也來試試看 只有沙子跟土 好 看到了 沒有啊 撈不到 看得到撈不到耶 妹妹 你不要一直晃啊 那個我都看不到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啊 唉唷 不理我喔 妈妈撒网捕鱼 爸爸水中射鱼 就连妹妹在湖畔抓鱼 都成了一种反射动作 生活在Sentani湖畔的水上人家 没有太多的物质享受 也没有过多的外来资讯 乐天知足的他们 让我感受到简单幸福 是怎么一回事 跟着他们一家大小 体验了水上的屋外生活 热情的爸爸要约大家进屋做做 说是准备了道地的狐仙料理 要来好好宴请我们这些贵客 哇 好简陋哦 好酷哦 你知道吗 只有进来吓到什么 后面这边 这么多双鞋啊 就放这么高 每一双鞋都放这么高 为什么要放这么高 其实也不需要 基本上我们放在梁上 就OK了啦 而且你看他们这边的隔间啊 都是像我们那种 比较早期那种屋檐 其实它屋檐也是用这个 但它隔间也是用这个 啊这样子 如果太阳很大的话 会不会很热啊 也是很热 很热哦 很热哦 妈妈 你在煮鱼给我们吃啊 一下去看到 有没有 还穿得下去有没有 而且这个就是 他们养那个鱼苗养鱼的地方 衣服也是挂在上面 然后丢在地上 妈妈没有床跟枕头耶 水上人家的生活不仅简单 而且还很随性 偌大的铁皮屋内 就这么一百零一间房间 实在无法想象 一家屋口怎么挤得下 而爸爸说 房间不够大 没关系 因为客厅就是一张大通铺 有同自远方来 厨房随时可以变客房 煮好咯 那我们当然是先吃 这条最贵的啦 这条是最贵的对不对 啊怎么吃 直接吃喔 直接吃 直接吃 喔 连鱼鳍捏都可以吃喔 我试试看那个味道 真的好吃耶 安娜 安娜耶 真的好吃耶 来 这次给你吃 真的好吃的给你吃 小心喔 不要掉了喔 我比较好奇这一只啦 鲸鱼耶 我来吃吃看这个 我来吃吃看这个 啊 被那个鱼蟹刺到 但是 大锅也放在鱼 欸啦 这个N啊 N啊 比这个N啊 没想到 看似观赏鱼的鲸鱼 吃起来竟然如此的美味 鱼肉鲜甜的滋味 那也是越嚼越香 越吃越停不下来 卸开鱼丁 卸开鱼丁